请不吝点 刘老师 是我 行行行 我马上过去啊 怎么了呀 你这大侄女啊 每天都不给我省心 老师打电话说 佳佳在幼儿园 跟别人打起来了 让我过去一趟呢 喂 你好 我是 什么 好 我马上过去 回来了 佳佳 这是怎么了 这小嘴巴 觉得都能挂件和平喽 怎么了 跟我说说 我又没有错 老师偏心 怎么回事 为什么偏心啊 没事 两个小孩因为玩具发生不愉快了 没事 对了啊 那孩子他爸 对 拜拜 是 你可认认是 谁啊 我给你看 我给你看 就这个 陆泽宁 我跟你说 姐 这家人啊 都不是什么擅长 咱们家家还吃亏了呢 姑姑 我爸说了 小迪的爸爸抢了你的工作 小迪又推了我 我才不要现在道歉 推了你 为什么推你啊 小迪 爸爸是不是跟你说过 男子汉也有担当啊 而且更要保护女孩子 是不是 今天事你做得不对 然后回头 我们跟家家去道个歉 好不好 我不 小迪今天是怎么了呀 平时都不这样 他说我没有妈妈 我有妈妈 我妈妈在国外 你为什么说人家没有妈妈 我就没妈妈 说人家没经过妈妈来接的 你没经过人家妈妈来接 人家就没有妈妈了 人家不得于没有妈妈 知不知道 如果别的小朋友这样说 你没有妈妈 你会不会伤心 会不会生气 不行 你不用哭 哭也没有 要给人家道歉 我不道歉 爸爸他不说妈 爸爸他老人 这孩子 都是让你给灌坏了呀 行了 姐 你这明显 这胳膊肘怎么能往外拐呢 那是那孩子推了佳佳 我们应该上门管的药医药费了 你倒说佳佳了 你快行了吧 孩子不懂事 你也不懂事的 有你这么教育孩子的 他怎么说人家的 能那么说话吗 会也没有 必须道歉 我不道歉 反正他就是没有妈妈 我没说错 对 没说错 姐 我告诉你啊 今天是推了佳佳 明天指不定做做什么事呢 走 咱到后面吃好吃的去 爸爸好给你拿好吃的 套劳你 走 你就关着吧你 爸爸告诉你啊 如果之后你的同学们再什么说你 你就跟他们说你妈妈在国外 平时我妈妈工作很忙的 而且我们经常打视频 这样 我们一会儿就给妈妈打个视频 好不好 不哭了不哭了啊 不哭了啊 不哭了啊 把我接个电话 喂 路正宁 小迪跟佳佳的事情往前说了啊 佳佳是我侄女 对 是她不懂事啊 对不起 小迪现在什么情况怎么样了 安心 没事的 今天是小迪先动的时候 道歉也应该是我们先道歉 你等一下啊 先不要挂电话 稍等我啊 佳佳 不哭了 不哭了 我现在呢 在跟小迪通电话 你呢 跟人家道个歉 听到了没啊 哼 你没有后 躲不过的 一 你先说的人家 对不对 第二 刚才姑姑也说过了 如果别的小朋友说你没有妈妈 你会不会生气 会不会伤心 那你会不会呢 所以必须先道歉 打完线 姑姑带你帮我 我马上去 现在我要坐花车 醒了呀 做什么东西 好家还家的本事 跟你有一拼 知道啊 坐了啊 小迪 对不起 我应该那么说你 佳佳要跟你道歉了 你应该说什么 爱跟你说 好好说 小迪 对不起 我不该那么说你 爸爸是不是跟你说过 男子还要大奴一点 爸爸是不是跟你说过 快 快 听话 没关系 乖 没关系 大姑 小婷原谅我了 你可以带我去游乐园啦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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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 我也想去游乐园 好 好 不过 你说话要算话 不说话算话呀 那你看这样行不行 我们一块带他们俩去游乐园 要是你没有时间呢 我现在去接小迪 我带他们俩去 没事呢 我们在游乐园见 好吧 那一会儿见哦 好 再见 走 去游乐园 去游乐园 走 快走 上车 喝 咦 咦 咦 走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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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